当古一法师遇到阿拉丁神灯 他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是的你没看错 他们相爱了 但是在这里 古一并不是拯救世界的全能法师了 而是一位孤僻的叙事文学家 故事的开始 古一结束了一场受邀的学术讲座后 来到一家当地的纪念品商店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 他挑选了一个看起来很丑 甚至被烧变形的瓶子 回到酒店的他清洗着瓶子 用刷子试图去除瓶子表面的污垢 但就在这时瓶口无故被撑开 一个金黄甚至发着光满 四百码巨大脚掌在他面前出现 黑人版的阿拉丁神灯出现了 他好像对周围的环境很陌生 用魔法快速的熟悉环境 甚至一不小心把电视里的爱因斯坦吸出来了 精灵很快熟悉了现代的生活 把自己变成正常人般大小 只见他热情地给古一准备好美味的早餐 虔诚的地上美酒 原来他需要眼前的美酒 女人许下三个愿望 这样他才能够解除封印 彻底地恢复自由 从而回到灯神的世界里 但显然眼前的古一 曾经可是拯救过世界的存在 他满足于当下的生活 甚至沉浸在文学当中的他 当下已经没有了其他的欲望 无奈之下 神灯只能开始跟古一讲述 他这三千年来的悲惨经历 原来神灯是一名精灵 在最开始 他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当时的女王 甚至为了爱甘愿成为女王的面首 他愿意这样一直为了爱默默付出 但直到一个人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一切 这个巫师伪装成引游世人来到王国 就这样女王被眼前的男人所吸引了 而巫师想要的是整个国家 于是为了彻底赢得女王的心 他利用魔法了解到了女王最深的秘密 成功地嫁给了女王 在精灵监视着他们的时候 被巫师发现 巫师用咒语将精灵封印到了瓶子里 甚至把他丢弃到了大海深处 就这样 在暗无天日的瓶子里 他熬过了两千五百年 直到他被渔民无意打捞上来 又被无意当作石头铸到围墙里 终于一个幻想成为王妃的女人 这天爬上围墙偷看王子 被王子发现后惊慌地跳下围墙 也把他给带了下来 外表累积的污垢被摔破 他终于被人发现了 女人砸开了瓶子 他被释放了出来 她先提醒女人把瓶子藏起来 避免被其他人占有 接着实现了女人的第一个愿望 让王子爱上他 愿望实现后 他又不甘心成为众多妃子中的一个 再次许愿 第二个愿望 怀上王子独一无二的孩子 第二个愿望也实现了 同样的也让他膨胀了 但他不明白权力的游戏有多残酷 王子被诬陷做实了要篡夺王位 帝王都是冷血的 他被自己的父亲残忍地处决了 当精灵急切地想要女人 说出最后一个愿望 试图让他保全自己的时候 膨胀的他却活在自己的美梦里 不愿意再相信精灵了 他的王妃梦也终于破裂 当精灵试图想要阻止时 却被规则的力量拦住 最后 精灵能否成功地拯救女人 拯救自己呢 4256 4256 5256 6256 8289